今天我们要讲点有味道的 有句话叫做视金钱如粪土 但你知道吗 现在是人家粪土能够变成金钱了 为了进行某种研究 居然有企业开始招募志愿者去收集粪便了 其实在大自然当中 有些动物的粪便可要比人类的珍贵多了 早在汉代就有渔民 在海里面捞到了一块蜡状的漂浮物 摄如琥珀 靠近闻一下还会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清香味 这个就是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块龙咸香了 这位渔民一定是想不到 手里面的这块宝物 其实是来自于抹香精的排泄物了 抹香精在进食时会将章鱼吞入口中 而章鱼口中有坚硬的角质饿和蛇齿 抹香精的胃里面是很难将其消化的 鱼室肠道里面就会分泌出一种腊状物质 来将这堆壳包裹起来 避免它们划伤消化道 其实就和珍珠形成的原因 鱼香类似了 理论上这都是一种病理性的结石 大部分的龙咸香被抹香精经过排泄 或者呕吐排出体外之后 会漂浮在海面上 其实这个时候是毫无价值的 因为此时的龙咸香夹杂着抹香精的粪便 还会散发出一股新臭味 是谁见了谁嫌弃 但是谁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我看它是雕刻刀 经过常年累月的浸泡 龙咸香的颜色从最初的黑色逐渐变淺 慢慢的就变成了灰色 浅灰色 直至成为白色 于是极品就单身了 白色的龙咸香来是极品 它要在海面上漂浮 上百年和海水反复中将杂质全部滤出之后 才能形成 在古代 一些官员收购龙咸香之后 会把它当作宝物来献给皇上 皇宫里面会将龙咸香用作香料 同时也是一味珍贵的药材了 如今市面上的龙咸香已合成者居多 价格数百元起步 而天然龙咸香每颗的价值 甚至已经上了万元 动物的排泄物除了能够使用 用来使用也不稀奇 猫屎咖啡是众所周知的昂贵食材了 那你听说过橡屎咖啡吗 这是一种比猫屎咖啡还要昂贵得多的咖啡新品了 每公斤售价约1100美元 橡屎咖啡是亚洲象使用咖啡豆后自然提炼出来的 原理类似于猫屎咖啡 咖啡苦味当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咖啡豆中的蛋白质所导致的 而大象的肠胃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会分泌出一种霉 霉化作用分解掉了咖啡豆中的蛋白质 使得经过大象消化过之后的咖啡豆苦涩感降低 据说还带着一股牛奶巧克力坚果以及少许香料的方向 橡屎咖啡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相当复杂的 部落里面的妇女会将手工采摘的咖啡果与香蕉甘蔗等食物混在一起 喂食大象 让大象用橡粒来发酵并去除咖啡果的果皮和果肉 拉出消化不了的咖啡豆 它们会被收集清洗晾干 然后这些半成品的咖啡豆就会被送往曼谷 在这里烘焙制成橡屎咖啡成品了 生产一公斤橡屎咖啡大约需要33公斤的咸咖啡果 因为大部分的咖啡豆都会被大象嚼烂了 只有一小部分的咖啡豆才能从大象的分辨中提取出来 所以橡屎咖啡的价格才会比猫屎咖啡昂贵许多嘛 我就在想 咱能不能找到一种更适合的动物来帮我们拉咖啡豆呢 那种只喜欢吃咖啡果 但绝不嚼咖啡豆的动物 让成品率大增让价格大降 这样我也就能够合得起了